古代石狮子嘴里的石球 是怎么塞进去的 看完佩服古人智慧 很多古建筑的门口都有一个非常威武的石狮子 这些石狮子嘴里都有一个石球 相信很多朋友小的时候都尝试过把这个石球给拿出来 但最后都失败了 这就让人好奇 是如何把这个石球塞进去的 这就要夸一波我们古代工匠的匠心精神了 在当时使用的就是纯粹的镂空雕刻技术 在当时他们先设计出石狮子的样子 然后将石狮子的外形给雕刻出来 最后在雕刻细节的部分 到了嘴部的时候 把这个石球在嘴里雕刻成型 说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却没有那么的简单 这个需要先将狮子的牙和嘴的形状固定住 然后一点点的去雕刻嘴里的球 在这个过程之中需要一点点的打磨 如果星级雕刻失败的话就要重新来 整个过程非常的费事费力 如果球小了的话 球就会在狮子的嘴里掉出来 寓意就非常的不好 而现在雕刻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现在雕刻这种石狮子 先将嘴里的球给放进去 然后用专门的胶水将牙齿给沾上 虽说方便快捷了很多 而且古代也没有机器 是纯粹一锤一锤敲击出来的